你好 欢迎收看3月19号大花莲地方新闻 我是吕慧 花莲省政府19号在台北举行的 慢精品花莲流星花莲银河银河记者会 介绍花莲举办的六大天文旅游系列活动 结合了花莲四季在地特色还有产业 也开办了天文解说员培训课程 以及心急认证要培养导览人才 打造一系列属于花莲夜间的慢精品旅游的游城 县长徐正蔚广邀全国民众来一趟花莲星空旅行 花莲省政府今年推出了慢精品花莲 流星花莲银河银河四季六大天文旅游的系列活动 县长徐正蔚欢迎大家来到花莲来一趟花莲的星空旅游 非常非常荣幸也非常开心今天能够来到台北 来推广我们花莲的荣誉 知者要山人者要山知者要水 尤其在花莲有台湾最长的海岸线 面上的太平洋有多么美丽的大海 而在台湾的百岳里面 花莲有四十几条百岳都在花莲 所以在花莲我们都说好山好水 以及好风光 今年花莲六大天文旅游活动包括了银河银河赏星赏银活动 海之星星之海赏星石鱼体验 海洋月光赏星船 星光蝶石音乐会 银河古道饷宴 还有天文大师教你拍星空摄影课程等 为了广邀全国各地民众到花莲来旅游体验 县长徐正蔚亲自北上召开记者会 并且由县长和艺人吴凤一起启动了系列活动 两个人手持特色星空杯喝花莲冠军蜜香红茶 也体验由远传电信和超现实科技 一同制作利用5G VR模拟花莲星空 及银河下萤火虫漫天飞舞的画面 记得讲邦彦台北市报道